朋友在聊天 然後就車廂就翻起來 就是車廂直接掀起來 然後就有人被東西壓住 回想起當時情況 楊彥銀仍然相當驚恐 雖然身上多處受傷 但當時的楊彥銀鼓起勇氣 幫助同學儘快逃離災難現場 一直到韓國交流 卻不能一起回家 看著同學們開心跳舞的影片 楊彥銀現在還無法接受老師 同學已經罹難的事實 而校方目前也積極處理後續 協助生還同學早日走出陰霾 原始新聞文章 台東北南城的報導